嗨,我是寶可夢 最近有好多人在問我說 繳保費到底用什麼卡比較好 所以為了要回應大家的需求 我就準備了繳保費省卡排行榜 今天就跟大家一口氣介紹5張信用卡 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最適合的卡片喔 說到繳保費,大家就會想說 到底是要月繳好還是黏繳 殊不知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如果你是黏繳的話 你是一筆錢完整出去 但是如果你是月繳的話 你要附上不少的利息 所以我會非常建議大家 你可以透過信用卡的方式來 就是刷一筆錢黏繳 但是信用卡幫你12期零利率 那你不是一樣做到的是月繳 但是你繳的錢非常的少 跟大家提醒一下 為什麼要用信用卡而不用現金 因為你用信用卡 還有紅利點數跟現金回饋回來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來這邊看一下我們的排行榜 第五名推薦的就是 噹噹 兆豐銀行的Mega1卡 哇,你一定會想說 怎麼可能居然會有公股銀行 上這個排行榜 但是它的回饋真的還不錯 它就是1%的現金回饋 再加上12期零利率 哇,我覺得這個就符合大多數人的需求了 因為很多的現金回饋高的卡片 它是沒有辦法給你比較高的這個回饋 比如說大戶的部分 你如果拿來繳保費是拿不到2%的 但是趙豐的Mega1卡至少有1%起跳 而且讓你分12期零利率 好,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把握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是 永豐寶貝卡 這個卡片就蠻特別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其實是跟三箱美邦人壽聯名的信用卡 但是後來合約到期之後 它就轉發了這一張 你有沒有看到畫面上一堆圈圈的 這張卡片也是 大家都公認非常醜的卡片 但是卡片醜沒關係,重點是它有回饋就好 那它有回饋是什麼呢? 就是1.2%的保費回饋無上限 很不錯耶 比剛剛的Mega1卡還要再多0.2 重點是你只要登錄之後 就可以分12期零利率 滿6000以上就可以分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來,來看看第三名 第三名的話是 HSBC現金回饋預期卡 哇,這張卡片 大家是不是應該要先從冷凍夫拿出來解凍了 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張卡片呢 國內1.22,海外2.22 感覺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厲害了 但是它拿來繳保費也有回饋 重點是它現在有活動 你只要上網登錄 一樣可以分到最高12期零利率 所以如果你有這張卡片 而且不常用的 也歡迎你就是可以把它解凍拿出來繳保費了 回饋率還不錯 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哇,台新接口卡 這張卡片你就覺得奇怪了 它不是行動支付的聯名卡嗎? 怎麼可能 居然繳保費也有高回饋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說你只要符合它的資格 就是每個月有刷一筆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1.5%的接口幣回饋 除此之外呢,它現在有活動 你只要登錄就可以拿到12期零利率 好,所以我個人覺得它的回饋率真的還不錯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有這張卡片 可以拿出來用了 不用再把它放到冷凍庫了 1.5%回饋呢,雖然說是接口幣 但是回饋率也是蠻高的 來,趕快來看看最後第一名 第一名大家一定很好奇 來這張卡片最省,寶可夢最貼件 登登!聯邦賴典卡 哇,這張卡片大家一定知道 我們在理了才知道的第一集 它就已經有出來了,在這邊 所以呢,這張卡片的特色 跟大家再重新複數一遍 它就是國內2%海外3% 拿來繳保費一樣有2%回饋 現在聯邦銀行的活動 只要上網登錄最高12期零利率 所以它也是非常適合拿來繳保費的 那它最近還有一個活動就是 Line Pay Money的這個生活繳費 拿來繳這個聯邦卡費的部分 再多2%的Line Points點數 所以你的保費最高就是2加2 就是4%的回饋 這個活動呢,到12月31號 請大家一定要多多把握 有機會呢,就盡量使用這張卡片 給它繳下去就對了 我們零零總總介紹了5張信用卡 哪一張卡片你有了呢? 我在這邊簡單的跟大家 就是提醒一下 這些卡片你不見得全部都要辦 但是你可以視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剛好有第三名的卡片 回饋也不差 就可以拿來繳保費了 你不見得一定要辦 第二名或第一名的卡片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你要視你自己的需求 然後來申請信用卡使用 基本上就是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那最後的話呢 也提醒大家 所有的保費活動基本上都要登錄 所以請你一定要在刷之前 再去看一下它的條文 如果它有要求你要做登錄 也請你一定要去登一下 不然的話你可能整筆刷下去 就是整筆要繳錢了啦 李德才知道 每天跟你分享一則 超實用的理財廟方 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訂閱Light Today 並且按讚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錯過了怎麼辦? 沒關係 打開Light Today的理財欄目 所有的影片都在這裡囉